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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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这次地图 在2021年 举办的普新鱼艺术展 是以 《诗谷超成》 这四个字作为展览的主题 《诗谷》呢他是诗法古人而来 那《超成》 他确实 超脱了 目前世俗的 艺术品味 他有他独特的气质 谷先生在 到台湾之后 除了在师范学院授课 另外也有在他自己的家里 以及台北仁爱路 庞州南路口的 张太太的居所二楼 除此之外呢 他的日常生活 就是写字画画 他会引导学生 由浅入深 他也是希望学生 能从学问的提升 让他每个学生 艺术品味 有所提升 梁燕兄弟 他们对泰老师 他们两个是 特别敬重这个泰老师 特别好有一种 亲情的感觉 我跟他爸爸结婚 是浦老师证婚 生了梁燕呢 他爸爸就去请老师 给他取名字 这个梁燕是浦老师取的名字 浦老师算是 对我们很好的 在浦先生的绘画作品中 看到这次所呈现的 所有的作品 我个人觉得 可以用 空 灵 优雅 来形容 这件作品呢 它创作于北平时期 沾水大中塔 他无论在构图 色色 个人觉得 他都是想要向古人来致敬 这件作品 他是送给 在北平 当时的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因此在画面的呈现上 做了经营跟布置 所以我们今天能在现场 有机会欣赏到 一件这样的巨服 我相信也是来参观的朋友 的一种眼福 浦欣渝先生是1949年的 秋天左右的时候 渡海到台湾的 1949年 当时的台湾师范学院的院长 刘真先生呢 特别来礼聘浦欣渝 开始到台湾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 所以我觉得今天地图 能在师大的德群艺朗 举办这个浦欣渝的艺术展 是向大师致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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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 Anime Pf 中文字幕志愿者 introdu był